大家好,我现在就在文德南和珠江路交汇的珠江市场 我现在就在文德南去北的方向,即是珠江市场这个街市 珠江市场就在前小小,有两层 门前这里就像个街市,有些小超市,顶店,真是很热 这个是珠江市场的正门,珠江市场就是珠江路一带最大的肉菜市场 今天就是星期日,入市场要搜个行程码 不只是搜出来你的健康码就可以了,一定要搜他的行程码 他会留下结果,即是找你来过这里 冬马就可以入,如果是黄马,看一看就不能进去 来到这里,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 看见到地下一层就有很多卖衣服,时装,卖白货的市场 他又叫做珠江市场,所以他又不叫珠江肉菜市场 有些道理 我看到它是卖肉菜,应该在上面二楼 所以他又坐在电梯上去 好 以前一直听说珠江市场 但一直都没有来过这里 这次我拍到白文德路的视频,我顺便就来到这里 这里就是二楼,整一层都是肉菜市场 很多烧腊 有些鱼肉,鱼鱼,鱼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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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部是海鲜,多寶鱼,看过价格也差不多 市区内的街市也差不多 很多人,都是附近的街坊 这些小龙虾,30元一斤 生的,30元一斤,小龙虾 以前是没见过的,10年8年才是小龙虾 实际上不是龙虾类的 超大花楼,鲍鱼杯,生米,圣子楼 虾,虾很大,有人供养的东西都很大 这些小龙虾,虾虾,虾虾 珠光边有什么关系 淡水的鲍鱼 鲍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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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元一只 老板见到我 见到我看 以为有人认识价钱 10元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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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一只 有没有权那么大 其他有些5元一只 都很大一只 你记得很多年前 鲍鱼真的不想想 很贵 刚刚说的15元 标价那些 以前的560元一只 现在这包鱼很便宜 还有一些 炖文化 这是晴约eden 下午3時至4時 很多街坊來買菜 海鮮很多人 凍肉也很多人 市場很大 店舖還未開 這裏賣水果 我看到很多 有荔枝新上市 今年的荔枝 今年的荔枝 今年的荔枝會不會是大風修 因為荔枝是隔年 一年是旺 一年多一年少 今年的荔枝 以前不太貴 估計今年都是大風修年 荔枝 國內的水果也有 很多水果都是東南亞進口 荔枝 燒荔枝 海鮮的人多 廣一圈 我現在就回到地下這層 地下這層 就是賣雜貨 衣服 內衣服 百貨 日用品 地下這層 就不是肉菜 所以市場 二樓才叫做肉菜市場 整個市場 都叫做珠江市場 這裏有一個出入口 我在這裏行進去 這間餅店 看包店的餅 價錢都不貴 出來這裏有珠江路 珠江路 珠江路 珠江路是東西走向的 這個路口 這裏就是文德路 文德南和珠江路的交匯 我在外面拍一拍 街外拍的珠江市場 這裏是珠江路和文德南交匯 很繁忙這個珠江市場 這裏很繁忙這個珠江市場 賺記禮餅 有很多分店 天氣有少許雨但現在沒有 好 這次的視頻分享就到這裏 多謝觀看